赶上里高速发展的里坎藤公司CXO 在获得政府支持的同时 又欠下了中国最大里生产商的订单 未来还有很大上涨空间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CXO的菲尼斯里项目位于北领地达尔文港附近 是澳大利亚最高品位的里矿虫之一 此前绝大多数原生矿石都被运往海外加工 这会大量减少澳大利亚的潜在利益 因此政府希望推进名为MMI计划 增加国家的经济效益 该计划总值13亿澳元 北领地政府在2020年正式批准了 CXO的菲尼斯项目矿山运营计划 目前CXO主要的勘探项目以里矿为主 并还在北领地和南澳大利亚 从事铜银和油矿床的勘探 其中最核心的项目就是政府重视的菲尼斯里项目 2021年3月 联邦政府授予了菲尼斯项目重大项目地位 这标志着政府对该项目对澳大利亚的战略意义的认可 并为CXO提供来自主要项目促进机构的额外支持 其中包括联邦政府600万澳元的 现代制造业计划MMI拨款资助 高效的运营方式使得CXO项目的启动成本仅为8900万澳元 投资回收期仅需两年 优势非常明显 目前CXO已与多家公司达成成购协议 其中公司已与中国最大理生产商之一的亚化集团签定了具有约束力的成购协议和预付款协议 乘购协议包括从旗舰菲尼斯项目的Grants和BPC3锂矿床中提供7.5万吨氧化锂金矿 初始期限为4年后续还有延长的选择 CXO还同意增氧化提供大约品位6%的锂灰石金矿当量浓缩液 以用于氢氧化锂生产 此外CXO还与电动车巨头特斯拉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意想数 4年内从菲尼斯锂矿项目供应多达11万吨氧化锂锂锂锂矿矿 定价将参考市场价格受到价格下限和上限的限制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